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譬如说战国时期,齐国的田丹就用了火牛镇来收复他的国家 那么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,火牛镇是一种所谓的应变,应对变局 它更是一种创新求变,你看牛本来没什么稀奇 但是头上装了刀子,尾巴,绑上了芦苇,沾上了油脂,点上了火 它就是活生生的武器 那这部书其实更重视考证 像过去描述司马迁怎么去写书的样子 都是写说他在桌子前跪坐 然后在铺好的竹简上面写字 但是其实根据我的研究 根据我考察了很多历史学家这方面的报告 我发现司马迁写书的形象应该是一根一根的竹片先写好之后 再把这些竹片编成竹简 这就显示了两种写书的态度不一样 所以我的书在这方面蛮重视考证功夫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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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